Hi 他是許廷亨 如果想知道多點這支碟的秘密 還有裏面有甚麼製作課程 有甚麼生鬼的事情發生了 聽聽我說這支碟的大解構 在我手上這支碟為何會叫10 其實有很多重的意思 其實這支是我人生第10年入行的第10支碟 叫做10也很合理 還有其實在歌單裏面有10支歌 你看到這個封面 其實設計師都很有心思地 幫我做了一個10支的設計 但這個10支除了一個10支之外 其實它也是一個好像禮物的封條 而我們選取了用剔手邊做個盒的繁寫十字 為甚麼呢 因為有多重的意思 就是剔手邊就好像有很多隻不同的手 一起合作來造成這支碟 所以這支碟就叫做10 如果要問我這支碟的錄音過程有甚麼特別 我發現原來這支碟都差不多做了一年 當中很有趣的是有些歌 我用了很短很短時間去錄 有些歌我錄的時候花了四五個session 最短的應該就是這支 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 也應該是我入行十年以來用得最少時間去錄的 不等於是操制濫造 反而是因為有兩剔是剔到那種比較純粹的感覺 其實整個錄音差不多在10分鐘之內就完成了 所以監製阿余就跟我說不讓你再補了 就這樣了 因為那件事夠純粹和真實 所以大家可以聽一下這支歌 我都沒有聽過自己這把聲唱歌 其實這支碟不是有甚麼歌 是錄了很久的 但有一支我覺得頗值得說一下錄音過程的 就是第五首歌叫招數 這支是比較了EDM Rock的 講功夫的這支歌 陳巧威其實是挑戰了我的極限 錄音這麼久以來要突破的音域是最高 要去到High A 而是不止一次的 要打很多很多次 每一次要我去打那個音的時候 其實都跟我說 你自己好像變回小朋友的聲音 你當你自己的Balls haven't dropped 幫我錄這支歌去定我的Key的時候 其實我增持了很久 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現在這個Key你再上低半路的話 你就出來會 Yeah 挺好 但如果你是用這個原Key的話 就哇 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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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有衰好性 那我就 決定現在用的Key 真的比我們嚴定的高點 不過我反而覺得 那支歌唱出來好像是 真的好聽一點 自從上支碟跟陳巧威第一次合作 這支碟是有三支他的作品 大家都會覺得陳巧威是做快歌很厲害 但其實他在錄音過程時跟我說 嗯 其實我是寫慢歌起家的 那去到很後期的時候 我就想再收到他一支歌 就是大家現在聽到第一支歌 荒廢之錄就這支 是他比較少會去製作的慢歌 但是我是覺得 接下來我也希望可以再跟他多點合作 其實他寫慢歌是真的很好聽的 裡面也有一些新的名字 第一位就是作曲的吳林峰 以及T-Rex T-Rex也是在我這支碟裡面 有參與到也頗高的 填了幾份詞給我 吳林峰大家都可能認識 是去年跟我一起去停半分鐘走坊校園 我一直都在想 他跟我一起走了這麼多地方 我有什麼回報給他 那我就發現 其實他有一支歌 我在印象中寫得不錯 就是現在大家聽到的 雪糕 我還很記得一個demo 叫做請擁抱自己 我還很記得那時候 在我紅館演唱會 就是三月的時候收到這支demo 我有一刻有一刻想想過 不如我在紅館end call的時候 就率先去披露這支歌出來 但後來我覺得歌有歌名 現在將歌名 就經過梁柏堅調配之後 就變了雪糕這一個topic 我覺得這件事更加立體了 而且現在唱出來 反而是多了一份真在裡面 我覺得這支歌 都是我自己的心碎之選 如果要我選整支碟 要選一支歌是我的最愛是太難了 其實我沒有一支是不喜歡的 坦白說 如果真的要選 可能大家會以為我會選我自己填詞的10 但如果真的要最喜歡最喜歡 就是荒廢之六周 其實這支歌 我覺得是很多很ad hoc的成份 其實這支demo 由我們收到的demo 到編曲到錄音的時間 其實是一個星期內完成了 當我決定用這個demo的時候 我找了T-Rex 在一天裡面填了這支詞 有這支詞就立刻去錄音 錄了兩次 然後加上和音 製成品就完成了 就立刻收錄在這支碟上 雖然說時間是比較闖絕 但反而有一些magic 連MV的製作比較直徑 我跟陳巧威和我的同事 三個人 去了西貢 其實本身 原本想去的地方 發現太多人 之後我們竟然在途中 看到一個 為何這裡完全沒有人 而且也挺漂亮 我們就找了一個 其實很不像香港的景 去拍這個荒廢之六周的MV 是一剔過的 我覺得積慶得來是非常漂亮的 聽完我介紹這支碟之後 是不是很想自己擁有一支 現在各大CD店都有手 還有其實Digital Platform 都會有 立刻上去按來聽聽吧